国内最神秘的五大景点 外国人给钱也不让参观 景色不需马尔代夫 有机会一定要去看一看 大家好 我是分享旅游刚货的小熊 点赞加关注 语图从此不迷路 在我国960平方千米的土地上 有着众多的名山大圈 对于喜欢旅行的朋友来说 能在有生之年 游遍人间的每一去山河 看遍各地的秀丽风景 绝对是一件美好的记忆和感受 在我国各地 拥有守不胜守的旅游景区 而有一些景区 由于地理位置等各方面的原因 却值得本国公民开放 外国游客给再多钱都不许参观 那么今天就给大家分享 我国最神秘的五大景点 他们各个宛如先进 有机会一定要去看一看 第一个神龙驾 神龙驾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的熟悉 它位于湖北省的西部 在远古时期 神龙驾邻区还是一片汪洋大海 经验山和喜马拉雅运动 逐渐提升成为多极陆地 并形成了神龙驾群和马朝圆群 等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地层 神龙驾景区内山体高大 由西南向东北逐渐降低 这里的平均海拔1700米 山峰多在1500米以上 海拔3000米以上的山峰有6座 2500米以上的有20多座 而最高峰神龙驾海拔高达3105米 是华中第一峰 又有华中屋脊之称 神龙驾的林地面积高达85% 拥有丰富的矿胀资源和珍稀的动植物资源 由于对丰富的矿产资源和稀有的动植物资源的保护 以及游客人生安全的考虑 还有野人传说等多方面的原因 目前这个神秘的地方只开放了一部分作为景区 供游客参观 而且这里还不对外国人开放 神龙驾景区开放的有6个景点 而且6个景点都是需要单独买门票的 如果你想一次性把神龙驾游览完 至少需要运留4天以上的时间 第二个老君山 老君山位于河南省洛川市南泉县 至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 被誉为世界第一仙山 是国家五围级旅游景区 湘泉南泉这个地方 在远古时代就是凤凰七夕的地方 因此这里后来就成为了道教举牛派的圣地 道教中的走师爷老子 曾就在这里修行 老君山取了深厚的历史能文景观 这里的景色更是宛如人间仙境 在老君山有一座老子的铜像 高达38米 面部高6米 使用了360顿青铜塑造 被吉尼斯收录为世界上最高的老子铜像 景区内十年遍布 非常的雄伟壮观 雨过天晴的老君山 云雾缭绕 仿如置身于仙境之中 可就是这样一个美如仙境的景区 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 是不对外国游客开放的 第三个 金口河大峡谷 金口河大峡谷位于四泉省乐山市 西齐乌斯河 东至金口河 地跨乐山市金口河区 亚安市的汉原县和梁山州的甘洛县 峡谷全长26公里 谷宽不足200米 而谷深却达到了2600米 峡谷两岸骑风突起 威严耸立 构成了各种现象景观 金口河峡谷因此也被誉为我国最美的十大峡谷之一 这个景区风光秀丽 令人为之震撼 整个峡谷如同劈开一般 显病无比 当你还在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功时 却惊奇的发现在峭壁之上 居然还有一个原生态的村庄 实在是太神奇了 而这里最独特的就是它的地形 峡谷下流过湍急的河水 而修建在河流之上的水上公路 直叫人拍案叫绝 来这里游玩最好的方式就是自驾 那种感觉实在是太惬意了 因为沿头的景色实在是太美了 而这个景区也是禁止外国人进入的 第四个南伊沟 南伊沟位于西藏林芝市 米宁县的南部 是那一浦曲峡谷 在喜马拉雅山脉北路 南伊沟的生态环境保护非常的好 由于气候湿润 这里的动植物资源非常的丰富 而这里的平均海拔在2500米左右 因此被誉为 中国预设风级的森林浴场 地球上最高的预设密境 南伊沟距离麦克马红线 只有20多公里 景区的这里面就是我国的哨所 所以这里目前也只对国人开放 而且进入这个景区还要接受阳格的边防检查 第五个西沙群岛 西沙群岛位于海南省的三沙市 去于我国的最南丹 是我国南海诸道四大群岛之一 由永乐群岛和宣德群岛构成 是中国南海陆地面积最大的群岛 被誉为中国最后的秘境 这里的气候温暖虚势 碧海 蓝天 沙滩 椰林 应有尽有 景色完全不需马尔代夫 这里的海水非常的清澈 透明度在15到30米之间 而这里最神奇的就是连沙滩都是白色的 而且是那种白到发光的样子 因为各方面的原因 西沙群岛在开放雨游后 依然是不对外国游客开放的 甚至连我国的公民去雨游观光 也需要提前申请才能登岛 好 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小熊的视频 帮忙加个关注 点个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世界上最悲惊的国家 丈夫将妻子周给游客 最后人落到人才两空 大家好 我是分享雨游刚货的小熊 点赞 加关注 语图 从此不迷路 这几年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不断的提升 很多人在满足物质的生活外 也开始追求精神上的需求 因此雨游就成为了人们放松心灵的娱乐方式之一 对于经常喜欢去门雨游的朋友来说 国内大部分景点早就走得差不多了 不少朋友这个时候就开始选择去国雨游 而邻近我国的东南亚等国家 就成为了去国雨游的首选目的地 而近年来国内有不少游客把目光投向了非洲 这片具有神秘色彩的土地 不知道大家对肯尼亚这个国家是否有印象 这个有着东非十字架称号的国家 这一具名的就是动物大牵头的景观 也是来这里绝对不可错过的奇迹 这个奇观每年都会在这里激情上演 几乎每一个去过肯尼亚的人 都会对它魂牵梦吟 正是凭借着广袤的乐带草原 以及乐带动物 吸引了很多慕名而来的游客 但是肯尼亚却被很多人调侃为 世界上最悲愧的国家 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们一起来看看 非洲是人类原始的发源地 而当地原始神秘的美景 吸引了很多游客前去探秘 肯尼亚是非洲东部的一个国家 它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 是一个位于赤道上的乐带国家 被东非大涅谷贯泉南北 这里的气候非常的炎热 深蓝位于非洲 这里拥有众多的河流湖泊 景色可以说是非常的独特优美 不少来过的游客 都会被这里的美景深深给吸引 而在肯尼亚游 还有一项非常奇葩的服务 那就是可以花极少的钱 周当地的雨还陪你游玩 你受得了吗 肯尼亚前几年的 雨游业发展非常的迅速 由于这里的雨游资源非常的丰富 因此每年吸引了大量的游客 前去雨游观光 随着慕名来肯尼亚的游客越来越多 这里慢慢形成一种特殊的职业 周期 现如今周期服务 在肯尼亚非常的受欢迎 其实说到周期 也是因为肯尼亚这个国家的经济条件实在是太差了 因此而催生的一个产业 肯尼亚这个国家不但经济条件非常的差 而且思想也还非常的落后 这个国家到目前都还在实行一夫多妻的制度 雨性在这个国家的地位是非常的低 所以肯尼亚的男人就会把自己认为漂亮的妻子 周给需要的游客陪同游玩 从而获取一些收益 如今在肯尼亚 这种周期服务越来越常见 也成为了当地的一大特色 随着周期行业的兴起 越来越多的肯尼亚男人将自己的妻子 周给游客 从中获取回报 从而也让生活得到了改善 但随之带来的家庭问题 也是越来越突出 不少周期去的妻子 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其中很多都是跟着游客一起跑了 最后一些人落得是人才两空 但即便如此 还是有很多肯尼亚的男人将妻子周给游客 这大概是舍不得轻松赚钱的机会吧 而当地依夫多妻的自斗 完全可以让他们嫩性 因为对于肯尼亚很多家庭来说 这是最容易赚钱的方式 也是最容易提升生活质量的捷径 你想他们怎么可能轻易放弃呢 再说还有什么比贫穷更可怕 而对于肯尼亚当地男人来说 妻子跑了还可以再娶一个 依夫多妻子 就是这么任性 好 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小熊的视频 帮忙加个关注 点个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